雖凡呢 从这个牌招联赛 展露头角 进入到国家队 但是毕竟是01年出生的小将 这样的重大比赛 对他来说 是很大的考验 看看他临场的发挥 包括他心里的稳定性怎么样 好的 这个后攻难度 也是非常大 也是大条回来的一个后攻 然后这个下手 还是非常果断 是 快特1米96 伊尔玛茨1米94 全是这样的高度 所以今天 土耳其这个阵容的高度 跟我们中国队的 全主力阵容有一拼 对 差不多 是这样 就像古德蒂 在输给 在江门站输给 中国女排0比3之后 他也表示 他土耳其队呢 还年轻 还有上升的空间 是 还有上升的空间 是 是 4米5 8球 先打好一攻 好的 心态很稳 现在这个时候 连续的追发刘晓彤 还有 刘远涵 好的 刘远涵 困难球 其实刘远涵还是 有他的能力 就是打调攻的时候 几次逆风球 刘远涵都是 帮队伍顺利度过 是 还是要进行 副攻的牵扯 好了 库尔特 好的 球没有懒死 后攻 防守不错 刘远涵 又是刘远涵 今天几次 在中国队被动的时候 刘远涵都站了出来 对 好球 好篮网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篮网也一直是刘远涵的强项 他的这个整个手臂啊 跟燕妮一样 他伸过网 非常的过 保证我们能有进攻 好的 赶往的队员转身也是丢失了这个球的方位 满跳 保证好 哇 这球 太上网了 再来 保护的不错 再来 好球 好的 这份很长士气 是 他的短板 这个激发球又被放大了 是 这个就不合算了 所以谷的地呢 也还是要考虑 好的 大刘 我们说过 在这个阵容当中 刘远涵 如何将他的进攻特点 是 充分的得益展现 这是中国队能否赢球 非常关键的因素 中国队不错 这段时间 追到了14比15 好罚球 还有机会 刘远涵 漂亮 中国队刘远涵连续建功 15平 这个扩球速度达到89公里 要确保不失误 要发出好球 可以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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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同在回到场上 这球 主攻 我们的机会 继续看平空球 好漂亮 原来韩后攻 还有 好的 倒不起来 原来韩 好的 大刘今天打疯了 对 好的 真好 好的 大刘 中国队这个时候还是要追分 对 并且咬住对手 黄奇拉卡拉库尔特的斜线 还是刘晏涵 前后排找刘晏涵 对 对 对 因为第二章来讲 那要尽可能的找重点人 对 一击 一攻 好的 原来韩 女排把比分追平了 好的 哇 又直接得分 漂亮 这个进队非常快 漂亮大刘 真的非常好 你看小童马上补掉 然后我们垫了一个后攻 小童马上补的跳发 轻调 跳得好啊 处理球 漂亮 哇 林立这个调整神了 也是一个单手调整 是 这个球感非常的好 大刘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没错 其实林立呢 作为奥运冠军 作为一个老自由人啊 她的功夫还是很深厚 好 漂亮 拦到身上了 带着拦往 8比6 这样的话 中国队一鼓作气啊 在正义新的这个花球轮 实现了反超 扎手 漂亮 但是呢 确实对二船来讲也非常困惑 哦 哦 中国队一波流啊 对 这时候船舰扣发篮全有了 是 王口争夺 中国队得分 对中国队来讲呢 一定要余江慎勇追重扣 还是要很严谨啊 是 对中国队来讲呢 还是要很严谨啊 是 我已经毕竟有实力 对 一定要乘胜追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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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球摩兰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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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迈 好的 好的 中国队这两个防守啊也是非常的精彩 发球呢一度啊给中国队带来了转机 莫邦队从环球上一拳 哇好好 沐清清 好的 黎非凡 漂亮 黎非凡这两个球啊 起球质量非常的高 是 哎 这个 让卡拉库尔特 回到主攻的位置就这个必定了啊凡事有得有失 没配上 打球出现 九回 三 二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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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 半刀位 漂亮 半刀的这两本进攻还是帮助中国队顺利过关 相对来讲就是短板就是一传不稳 啊需要其他队员的去弥补 好球 好担手 哇 清打空档 也是一个实现的一个比较难度较大的四号位 是 刚才这个球啊 最大的功啊归顾于刘晓彤的这个精彩防守 这个时候呢双方就顶一弓了对对吧这个顶一弓的话呢尽可能的不要出错了 这个时候呢双方就顶一弓了对对吧这个顶一弓的话呢尽可能的不要出错了 这就是机会球的处理呀是对希望中国女排有突破这只年轻的中国女排也是证明自己好的中队在接在地 蓝住了对方的主攻巴拉丁中国队打上20 蓝网双方目前持平8比8 这场比赛的发球啊也是亮点